木桶菇已经拿到了 感觉好轻的感觉 哪里有一斤呢 回去称一下吧 这里是38块钱 说是说一斤 然后我不知道是半斤还是一斤 回去打包看一下就知道 走吧 来 剥一下秤 拆一下包裹 看看他们有什么猫腻没有哈 现在还没有拆哈 看那个袋子 袋子在里面 有个大袋子 你看连袋子都拆 拆拆拆 拆拆拆 九九斤 九两半应该是说 这个袋子都有40克 不相信我倒出来穿一下袋子 这袋子就40克 等于九 九两四 九斤半都没了 所以说老师说 别人家卖的便宜 这是一方面是不是 我们都是称秤的时候 我们自己打称的时候 除了袋子就是整整一千克 就是一斤 我们这个是四斤秤哈 但是这里面 你看这个袋子 也盖在里面 都还才980克 所以啊 不要说每次 就说别人卖的比我们的便宜 我们是不缺金不少两 是吧 你看这一袋我倒出来 这就是不好的枯 是不是 像我们这个就没有 你看 裂开来了 所以他们的品质 肯定就没有我们的 你看这一包有这么多不好的 这么多不好的 它就裂开来了 嗯 你看它也有四一包 你看它也有四一包 大概有四一包 我上个撑一下它的劲动 是多少哈 就是一样的就是980克 980克就是9.8 980克哈 现在我把枯倒出来 然后去一下皮 看一下这个枯倒的是多重哈 像我们的秤就是天天用这个秤给你们打包的 没有 没有啊 只有9两二 那你说他们卖38块钱划算 还是卖41块9 我们不缺金不少两 知道 反正这一斤是没有的 所以说每次说别的东西便宜啊 所以都有猫腻的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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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